明星跨界时尚圈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在里面混得风生水起的更不在少数 古剧机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的个人品牌设计可不输那些专业设计师哦 而且冲着古仔在圈内的好名声 不少明星好友都为他站过台甚至走过秀 4月11日晚古剧机第三次带着自己的个人品牌秀 亮相上海时装周 这一次为他站台的神秘嘉宾 就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刘翔 说起这两人的渊源还得从刘翔是古剧机的粉丝开始说起 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得金牌后 刘翔出访香港曾和古剧机合唱好想好想 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成为知己好友 刘翔甚至还当了古剧机的伴郎哦 好嘛关系这么甜 难怪刘翔愿意过来客串一把男模呢 不得了因为他拥有这个模特 超级模特的身材 特别我觉得因为我认识他很久 他就因为他刚刚我们秋冬嘛 穿的衣服比较大比较多 可是我看过他穿的比较少的时候 其实他的那个包括体型啊 包括我最喜欢他的腿 我以前唱过一首歌叫好长好长 就是说刘翔的腿好长这样子 我们昨天开玩笑过 不如我在这个梯台放这个篮 给他每走几步就夸一下 没有啦开玩笑 想说古仔的眼神也是流犀利 刘翔的身材那肯定是棒棒的 只不过人家是第一次走秀 你总得培训培训吧 我不能说培训嘛 我只是就分享 然后他其实因为他昨晚 因为他之前不在上海 然后昨晚特别赶回来帮我彩排 然后到了这边的时候 连模特都已经踩完了 他还是很用功的 哪怕大家都已经差不多收工 他还在练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他为了我这个走秀 他的第一次处女秀 然后就花这么多的时间 跟很投入这样子 刘翔的努力也是让古仔相当感动了 不过人家能把自己的第一次处女秀 献给你也并不容易 要知道刘翔为人还是挺低调的 能打动他来走秀 不知道古仔是不是寄出了什么杀手锏呢 就直接发短讯问他了 然后他马上就答应 好啊 然后他刚刚化妆的时候 我跟我们聊到嘛 然后他说 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问 所以我就开玩笑的回答 好 可是他是很真心正义的 就非常好的 真的去为我做这一次 我觉得他很稳 就是很有 因为我们包括做演出的那种秀 还有做这个猫步 其实只要走到那个灯下 那我们都必须要有一种稳的感觉 他非常有 然后 对啊 所以我对他今天的这个第一次 我觉得是一百 两百分 不止一百两百分 四代气场没问题 不过刘翔的这一身潮流的叠穿 却让我们眼前一亮哦 尤其是这骚迹的粉色内搭 哎呦 果然吸睛之数爆表呢 他跟我说啊 他从来没穿过粉红的 然后我就特别调侃他 哦 Sexy Pink 这个粉红很Sexy 然后因为 呃 这是我自己品牌的 的服装秀嘛 那他这一套是特别为他量身定做的 呃 帮他构思的 因为我觉得他身身高 他特别高 然后我觉得穿这个大衣是非常适合他 古剧机如今在各个工作领域都能游刃有余 品牌设计 舞台总监 包括大家最爱的音乐创作 鼓仔都能够平衡的很好哦 说到今年的音乐计划 古剧机也笑称早已经排满了 刚刚推出了一张 最近张国荣的专辑 然后马上又投入新专辑的准备 呃筹备了 那所以今年还是呃 还对有有广东的也有国语的专辑 那巡演呢 有没有这样的音乐 巡演一直都有在不同的站都在做 对今年都音乐的比重多一点 今年歌迷们也是有耳福了 上海报道 这世界很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